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唱文学 画本就是说唱文学根基来演唱的那个笔本叫画本 说唱文学的那个文学的部分就叫画文 所以这时候的南曲戏文已经有没有剧本了 有了 他的这个剧本主要根据的是什么样的文学呢 就说唱文学的故事了 所以这表示怎么样 他的故事是不是还是很简单呢 就不是 就曲折引人入圣像什么 像画本小说一样 金鸽铁马 花钱月下 墙头马上 等等这一些啊 引人入圣的征战故事啊 神魔故事啊 或者爱情故事都有了 所以戏曲就强调他在曲啊 说唱文学里边有没有很丰富的音乐成分在里边啊 有啊 像朱公调的音乐还不够多吗 对不对 古词 弹词 所以戏曲就说他也吸收了这个说唱文学的音乐的部分 壮大他了 所以戏文戏曲 在印证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从剧本看来他是小戏还是大戏啊 他已经是大戏了 所以戏文戏曲 他问题就是已经在吸收了当代的说唱文学的故事内涵和音乐 壮大为大戏的标志 在往后又出现了永乐大典 各位知道这些排列是按照时代的 这个宋默了 他在杜宗年间传到了这个江西的南风 南北的很丰富的风 江西的南风这个地方 江西南风的人就称呼他为 勇家戏曲 可见 他是传播到那边去了 他还被称勇家戏曲 可见 可见勇家南风的地方腔调 他把语言音乐的那个腔调的强度性 比起温州这个地方的温州腔 来的腔还是肉啊 肉 所以还把勇家戏曲的称号 可是同时也传到杭州啊 就被改成杭州腔了 昆山腔 不是啊 这个温州腔就没有了 传到海盐变海盐腔 传到鱼谣变鱼腔 传到昆山变昆 可见杭州海盐鱼鱼腔 昆山这些地方的腔调的势力 是超过什么呀 超过温州 所以呢 他就 温州腔的原生地 成为大戏以后 他流播到各地去 有没有沾染各地不同的音乐成分 语言腔调的成分 而变成一种不同的流派艺术啊 就有了 所以 像 杭州 海盐 易阳 渝瑶 昆山 这些呢 就是 温州 戏曲 温州戏文的 流播地 但是也 所以 结合当地的语言腔调 形成一个新的 不同腔调的剧种 这叫流派 这叫流派 那他保留一样的是什么啊 南区细文本身具有的体制规律 他一样的 体制规律 可是 语言腔调 他变了 所以 大戏一定是 一元多派 由这个一元 流播出去 多派 可是我们讲小戏的时候 小戏怎么样 简单 艺术 是雏形 简单 所以北方可以有怎么样 同样小戏可以 央歌戏 长江流域有什么 花谷戏 东南彩茶区 有彩茶戏 西南 有花灯戏 所以小戏就可以多元 怎么样 并齐 大戏就 一元多派 道理是 这样子的 论时间 这个 妇灵声述 根据可靠的文献 从明代以后所说的 那他应当是南北宋 北宋 晚齐 勇家杂具 应当是南渡以后 南渡以后啊 这个宫廷杂具 广为留步民间 成为细文 要在南宋中叶 光中 光大的光 光中 绍兮 绍 介绍的绍 兮 康兮的兮 南宋 光中 绍兮 年间 那有四年 绍兮有四年 等于现在 西元 11 好像 92 93 左右 那个时代 南渠 绍兮 就成立了 成立的时间 有好多证据可以看出 它成立 所以这个 那么南渠西文 对北渠杂具 这应当要在 北渠杂具 留步到杭州以后 在这个 元代的这个什么呢 至元年间 至元年间 就一样算开始 那以细文 戏曲 对称 杂具 那又是怎么样 元氏族 至元 16年以后 所以 大概的这个时间 我们都可以把它 考察出来 最近呢 我又 发现一些 很 很简单 但是呢 却可以引发 讨论的空间 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啊 说 勇家杂具 恐怕要推到北宋 要推到北宋 所以 忽灵森树的元生 甚至于 会早已 五代 会在五代 这个时间 但是这个呢 只是根据 有限的资料 加以 推测 但是推测 绝对不是 这个 用冥想 或者是 一厢情愿的 这种推测 有它的 根据和道理 像这个 无法被证实的 就叫假说 有办法证实的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说过的 那个方向式 对不对 那个面具 考古学上 英虚大幕 就有方向式的面具 完全一样 文献 田野考古 都一样 它是铁的证据 可是文献出现呢 是在 战果年间啊 距离我们现在也不够 两千 三四百年啊 可是 英虚大幕是什么呀 是三千三百年以上的 英虚大幕 就科学 考据探 什么什么的策略 这中间差一千多年 你要信哪一个 当然要信 这个英虚大幕里边的实物 因为文献的记载可以怎么样 古代很残缺啊 古代很残缺啊 被记载下来是 它存在很久才会被记载下来 南区细文也很可能 在民间流传很久 只是文人 看不起它 它又没有被早期记下来 可是我们却在 北宋的这个资料里边 我们却是在南唐 南唐 五代的南唐里边的 韩西在有关的这个资料里边 看到了南唐细文生诞的资料 所以拿这个来说 我后来写的文章 不一定就不对 可是它没有 没有这个十足的证据 没有韩西在夜宴图那一张图里边说 它在演南唐细文 或者在演勇家杂局 就像这个什么呢 霍金 世界这个 对它推崇了 了不得 它就是得不到诺贝亚奖 因为它的理论 到现在没有办法正直 同样的无奈 懂了没有